好,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的題目是蔡政府除庸大爆炸,機潛升天 有幾件事情跟大家報告 第一件事情,我們國民黨黨團清查蔡政府執政班聯波來 相關的部會,包括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羅委會等身份部會 他所屬公司的情況,派任董總的情況 剔除基本上有一定專業的部分,我們就把它剔除 發現蔡政府除以大爆炸,用人只看顏色,不看專業 也不避邪,也不避諱,也不在乎外界的觀感 辦公股的董事長,董事長,董經理,到處都是無音靈門 真是滿層盡視為名 根據報告,我舉兩個比較誇張的例子 第一個是前幾天被行政院糾正的趙英俠,董事長 各位看看他的學經理 他早期在跟各位一樣當記者 後來民進黨執政之後,他也曾經承認民進黨交通黨部 國際事務處的副主任 民進黨執政之後,進到國安會秘書黨當辦公室的主任 也當總統府秘書黨的辦公室主任 也當過外交部部長的辦公室主任 去年1月3號被吳釗憲部長外放到 中華民國駐美國代表處的政治組的主任 各位跟各位報告,趙英俠現在只有31歲 依照過去往年的例子 要做到十二指等的政治組的主黨 這是十二指等的主黨 必須連資20年 所以我們說民進黨真的超級誇張 另外,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是行政院胡阿會 國家化基金文會的公文 他是在今年1月11號發文 他是核電盧天林先生擔任 台翔航太工業國文有限公司的總市長跟總經理 而且批任亞洲航空國文有限公司的總市長總經理 我們要問問 一個人擔任四個位子 兩個總市長,兩個總經理 我要問問他到底領幾分薪水 另外,他到底有這炮航空方面的專業嗎 那各位報告,誰是盧天林 各位看一看 盧天林是批政胡最後一任的老委會主委 他曾經在2008年9月10號的時候 被檢察官起訴 他找人領甘心之後 再出憂,農用工房幫助長艙競選 當時的大選 被求刑四年七個月 最後判刑確定是 一年十六月緩刑兩年 所以 我要跟各位報告 財政胡要籌佣 也不要籌佣到這種程度 看來 多少度 看來多少度 籌佣到這種程度 所以 最後我跟各位報告 財工股這些名單裡面 他們的薪水平均是十五萬到二十五萬之間 民進黨政府利用公權力 把財工股種種的回缺 大肆酬庸佣自己人 這不但違反公司治理 也有害監營效益的提升 我們要問問蔡政府 這樣的仇佣 對得起辛辛苦苦的基層員工 還有廣大的投資大眾嗎 我們呼籲 全國民眾 明年用選票 用選票下架民進黨 明年元月十一號 用選票下架民進黨 接著請賴司法委員 好這個謝謝啊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用人 先看顏色 也不看專業 一般來講 我們都要先看專業 專業OK了 然後你再看顏色 他是倒過來 先看顏色 先看對民進黨的忠誠度如何 而最離譜的是 在去年的一二四 整個民進黨大敗之後 就一個 一個敗選聯盟啊 輸票 票數的最多的就是蘇貞昌 輸了和有一塊三十萬票 當行政院長 這個陳其曼 把這個綠柔柔的高雄市 丟掉了 輸了四五萬票 當副院長 林佳龍 也是輸了二十萬票左右 當交通部長 這麼重要的 三個位置 就是什麼 就是 大道地地的仇佑啊 所以 上梁不振 下梁歪啊 當 各個單位看到 蔡英文 這樣用人 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了 要用人 就要看政治的忠誠度 其他的不重要 就看顏色 所以他們也知道另外一個 竅門 要去民進黨政府當官嗎 去街頭運動 站一站 一定有位置 一定有位置 啊這位置都是不錯的位置 剛剛提到了 口義哥 當然口義哥 不一定說有去街頭 但是口義哥 他是他 他站這麼這麼的位置 他的資歷在哪裡 基層的文官系統 這些文官們 心裡有恨啊 心裡有怨啊 民進黨執政之後 把所有的文官體系 破壞殆盡 就是 你要當官嗎 先辱民進黨 你要當官嗎 先效忠蔡英文 效忠給我看 沒有這個東西 當不了官 我們來看 好幾個單位 像各位看到 這個 烟酒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什麼 背景的 副縣長 這位周亞蘇立法委員 這位核庫資產管理的 這個董事長 是議長 這個兆風資產管理 高雄是副市長 可以看到 一個一個 金融 101的金融大樓 董事長 立法委員 這個總經理 蔡一小英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接執行長 你可以看到背景 經歷 不是議長 不是議員 就是立委 都是政治人物 他的經歷就是政治人物 這邊也是一樣 交通部 從這裡看 林立生 國代代表 立法委員 國謀 這到底是城區的人馬 然後你一路看下來 你看 這個賴靖明也是當過立委 郭隆忠也是當過立委 經濟部 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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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這邊我們再看其他的部會 亞太 亞洲航空公司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各位 清清楚楚可以看得到 民進黨 民進黨啊 吃銅吃鐵啊 吃冬吃鐵啊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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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嚇嚇嚇嚇嚇 打官 官的位置 站好站滿之外 把外圍的國營事業 給他站滿 政治人物 一旦過去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永遠一輩子吃香喝辣 不怕沒有工作 只要蔡英文在 為什麼現在開始這樣子 因為蔡英文的選情告急 因為選舉到了 他就要把過去有選舉經驗 裡面的有選票基礎的 通通偉宜重任 最大的 最明顯的 就是第一號人物 叫做蘇貞昌 第二號人物叫做陳其邁 因為他們雖然輸了 他們都有一定的票員 所以他一個行政院長 一個行政院的副院長 從這院長副院長就是這樣子任命 所有其他的人都是 所以真的是 滿朝皆是無雲林 只看政治 只看顏色 不看專業 不看文官 所以我們只看綠營的政治人物在笑 不看基層的文官人員在那裡哭 這是現在政治的一個寫照 這是中華民國的文官體系 被蔡英文這樣践踏的結果 明年的1月11號 全民一起來下架 蔡英文政府 謝謝 好 先問請 蔡英文太委員 好 先問請 蔡英文太委員 我們今天之所以羅列這些人 這些大概就是 在民黨裡面有知名度的人 這些立法委員 連縣市議員 還有原來地方縣市政府的首長 出來出任這個位置 如果說 它符合條件 也就算 舉例剛才 賴政法委員講的 像台灣醃酒公司的 這位董事長 他做過雲林縣民政局的局長 歡迎大家說 我們不知道他的專業是什麼 做過副縣長 他上來以後 做了第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是 配合民進黨 把日本清酒的稅 把它降低了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 烟酒公司的清酒 就會被他 斷送在他的手上 你看 剛才賴政法 我就 其實每個人都 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文章 賴政法委員提了幾個 我就把它補充一下 沒有準備 信手捏來 像張學順 沈議員 立法委員 我們回想在2008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不是立法委員 他就跟當時第一銀行第一進步的董事長張兆順 聯合幫 謝長廷的浮選 用很技巧的方式 幫他搞了第一銀行的防設 作為他的進決總部 這是張學順做的 張學順就是來卸約的人 點點滴滴這些人 我看不到他的專業在哪裡 只看到他 都幫民進黨在拿選戰 人 任何國家都有一個制度 政命中委員長期在公務體系 他在財政部 他在清管會 都安排了很多的職務 但是有一個規範 這規範就是65歲以後 不得再出任總結局 可是我們來看系數這些看看 蔡克欣 有專業 沒錯 做過交通部長 有專業 但是75歲 可不可以把位子讓給年輕人 可不可以把位子提起後進 華山空族董事長 我們要 那都是觀古代出錢 可是不受立法院檢驗 79歲 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除了 把位子分給 對你民進黨選戰有功的人之外 你沒有考慮到他的專業 你沒有考慮到國家年齡限制的制度 去要一代接一代提起後人 民進黨把這些位子 完全視為他的代中物 他就是分封 從剛才政民中委員講的 口一哥 小的要去搶位子 老的要搶位子 什麼位子都搶 什麼都要 這有一樣東西不一樣 民進黨 蔡英文 這有臉不一樣 好 謝謝 請問各位記者朋友 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